我以為還要包紅包 出來包紅包 有茶的意思就是 哈囉大家好歡迎回到挖喜鍋燒 我是郭少 那上次跟師傅的有約企劃呢 有談到除了過年前 那我們過年的時候非常喜氣 然後我們佛教常常會辦共佛的 拜三千佛啊 拜千佛的法會 那這些法會呢是在做什麼事情 我們上一回討論到過年以前 就是我們希望神仙幫我們說好話 他總是會回來嘛 所以在傳統信仰就是出世 就是要接禪神 其實也是接神明回來 那上次師傅有跟不少跟大龍分享 就是佛是無處不在的 他不會比哪裡等等啊 其實他是在我們心中 類似這樣子 24小時不打烊 對 對也是因為24小時不打烊 所以過年的時候其實 在叢林裡面他有一定的規矩 比如說在除夕夜的時候 最後的那一堂晚課 是要跟佛菩薩慈歲 就是也是傳照著我們 世俗的禮償 跟我們的長輩慈歲 這個傳統信仰 不光只是傳統信仰的意思 其實是我們中國佛教的禮節 網輩要去跟長輩慈歲 最後的這個除夕夜 慈歲不是比較晚歲的意思嗎 慈是構慈的意思 歲其實是年的意思 那慈歲長輩就會給紅包 然後就壓歲期 只是過這個年 基本上今年的福氣 延續到來年 那也基於紅色的這樣的喜氣 將二日就到這邊為止 然後紅就是從接下來的好事 從明年開始 所以佛教裡面 有這樣子的禮俗觀念 所以在最後的這場晚課裡面 就是要跟佛菩薩慈歲 也是拜願的慈歲 然後正逢正月初一 其實是我們佛教 剛來下生明德菩薩的生日 所以就是正月初一 正月初一 除了為明德菩薩 拜願祝壽以外 其實就是也要這個 跟四方的佛菩薩 這樣子的來拜年 也希望他這一點年 能夠保佑我們孫敬安安 這一個方丈 要普查 我以為還要包紅包 出來包紅包 普查的意思就是 普世普通的普查 是請大家喝茶的那個茶 不是糾茶的茶 也就是說 把所有的大人士都找過來 確實也是要包紅包 包紅包 然後呢 這個其實就是要 拜年 互相的團拜 類似這樣子 然後當然也講 今年度我們的目標是怎麼樣 修行的方向是怎麼樣 所以這個在叢林裡面 其實規矩是很嚴謹的 是 那你說過年 那佛教要做什麼 就如國少都講的 這一個 其實在過年裡面 是我們的傳統的信眾 都會來 世界裡面參拜 還是衍生到現在的傳統信仰 還有 插頭香的 這個頭香是我們 今年第一次插餐的那個意涵 其實每個人都有 心中的一柱頭香 就是不用去爭這個廟的第一次香 其實香是在我們的心裡面 所以每個人燒的頭一柱香 這是頭香 這是頭香 這個頭香你要祈福 那你其實也要不斷不斷的延續的造善 這個頭香才有意義啊 才會保佑你啊 不然用色的 那個擦香的意義就沒了啊 那個千層公斤的心也就沒了啊 所以在寺院裡面 通常就會開始舉辦千佛 千佛就是過去現在未來 都有各一千 成為三千佛 那有些道場 他更為擴大的拜萬佛 萬佛朝中嗎 萬佛其實是 就是這些三道十二部信裡面有 萬佛明經 釋迦佛講的 一萬尊佛的名號 所以佛常常講說 不可說不可說 是說用我的智慧講給大家聽 大家也聽不懂 所以佛一下子就講了 一萬個 所以這些就是很多很多 不可思議的事情 所以佛就說不可說 說的我們也聽不大懂 所以佛教在過年期間 應該舉辦千佛 千佛除了青春會來 這個事情祈福以外 其實是為國家為社會祈福 好的開始 就像過年前啊 然後信眾來跟師父拜年 然後他們就說 師父你怎麼沒有出去玩 又跟他開玩笑說 如果我出去玩 你現在還看得到我嗎 我們總是希望開場大門 信眾要來祈福 我們當然要在這個裡面 然後跟大家分享佛法 類似這樣子 那就像今天來自 我們過完年 我們一開始就來分享佛法 是 那來自會到初九 初九傳統信仰就是提供聲 對 那是什麼是提供聲 那我們就下回分享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那我記得要先tte放 別人的心 我記得要往往往往往走 advis我記得要不要 再給別人知道 我記得要不要